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芒果糯米糍 那我准备了半磅左右的芒果两个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做皮的部分 容器里有150克的糯米 那我们放入差不多是50克的淀粉 然后120克的砂糖 再加上一罐椰奶400个ml 椰奶打开盖子前一定要摇匀 它有沉淀 那如果你椰奶没有的话 你就用牛奶盖替 牛奶因为比较稀薄嘛 所以380就差不多了 放入椰奶慢慢搅匀 粉啊糖啊你不用塞子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把它搅到没有颗粒 搅到你觉得颗粒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最后加入融化好的白坨油 大约是40克左右 慢慢搅透搅匀 最后我们废物利用 把这个油插过来 我们插在这个盘子上面 蒸盘最好找一些面积大一点的 薄一点的 这样的话它就蒸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水开上锅蒸 这些数量和这个薄度 大约20几分钟就足够了 20分钟到了我们就用牙签式 它上面没有沾上糯米 那就好了 那我们就关火等它完全冷却 趁这个功夫呢 我们就来处理芒果 那芒果中间这边是盒嘛 我们就紧贴着这个盒的边上 差不多是中间过来一点点的地方下一刀 然后这里也紧挨着盒 下一刀 给它打颈子 给它翻开 紧贴着芒果皮给它拿下 大颗的跟大颗的放在一起 这种小小的尽量放在一边 等会我们工作的时候好工作 如果芒果小 你可以把它切成这样六份的 打开就是这样六块 中间这块也可以利用 用水果刀把皮挑开 外围这一圈可以把它卸下来 因为太靠着盒的话 它就很多筋筋拉拉不好用了 我们芒果馅就备好了 室温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面团就变凉了 然后我们用刮刀帮忙 把它拿出来 再用刀给它分成等份 切成了16份 那上次哈 我们做豆沙馅的做的比较小小的 那水果馅的呢 比较爽口 我们可以稍微大一些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 点心点心点到为止 还是小小的比较精致 那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戴手套也可以不戴手套 不戴手套呢比较灵活 不要担心卫生问题 厨娘的手是最干净的 比那个手套要好好叫干净来 那个手套啊 在工厂里一道道加工过来 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 对吧 好 那我们准备一张纸 等会插手 开工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纸杯 如果没有的话 就拿一个盘子 还有就是椰丝 等会我们裹在外面 如果你不想椰丝的话 那你要准备好熟面粉 拿一块面团在手上 用手这样按按按 拉拉开 中间厚一点 奔上薄一点 然后放一块芒果在中间 这个大的方方正正的比较好包 不管你用任何手势手法 你只要把它包了结实 不要漏缝就好 就这么简单 然后裹上椰子粉 那这些小的碎的配什么用上的呢 我们就用它们来填补 像这种三角形的 我们就在下面给它垫一块 垫在上面下面都可以 然后你这样把它捏起来 任何方法把它裹起来 这样相对来说 你包起来的话 不会这边空着那边包出来 好了 夏天是芒果季节 希望大家多吃一些石令的蔬果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 还有订阅 谢谢